大家好,我是波比医生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中年女生用避孕环作为避孕 同时降低月经周期中的一些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些事情和我个人的体验 想做这个课题的原因是前面我讲过 我现在在经历更年期的一些变化 但是我本身因为用避孕环 所以月经周期呢不是特别的规律 而且精量的非常小,非常少 接着这个话题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方面非常正面的一些体验 同时也把这些有关的医学知识 再进行了一下学习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要考虑这个用避孕环呢 避孕环它有好几个机制 一个是呢在子宫里放了环之后呢 就是一种物理性的避孕 这可以降低着床的可能性 还要它有一种避孕环 比如我用的叫Marena 它是带有孕激素的通过激素的环境的调整 更加的降低着床受精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很多人呢都是人生有很好的规划 比如像我家里就想要两个小孩 我觉得就够了 太多了我自己也照顾不过来 然后做完孩子生好之后呢 我就想过了一些年我就开始想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更加可靠 稳定又比较省事的避孕的办法 我觉得这个避孕环就是我最终的选择 数据上是说呢 它是在其他所有的数据统计下来 相对其他办法中的最可靠的一个避孕的措施 同时呢除了避孕可靠之外呢 还有一些对月经的调整 这也是我自己当初知道了这些医疗知识之后 我自己为什么做出的这个选择 尤其是对于那些精量比较大的 用了含有孕激素的这种避孕环 Marena我用的是 就可以降低月经的出血量 然后减少贫血的概率 同时降低一些叫Dismanaria 就是痛经经细不舒服 背痛这个小腹特别酸胀 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还有呢它可以有这个降低盆腔感染 感染的这个病盆腔炎症的这个疾病 叫做Po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还有可以降低子宫颈癌的这个发生的概率 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 看了之后我觉得当然是更好的一个信息了 当初我为什么选择呢 就是我也有一些月经量比较大 然后有一点点贫血 临界性贫血 而且每次来月经呢 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充血 特别胀 特别不舒服 背也痛 然后月经完了之后呢 有几天就是这个激素水平特别低 有Hot Flash 就是脸上潮红啊 就是真的像更年轻的那些症状 而且还有比较烦躁 头也痛 然后身上也叫Water Retention 身上有很多积水 腿也有点肿 就整个这些症状 所以我当时也有避孕的需求 就选择了这个 有叫Marena 带有孕激素的避孕环 后来之后我发现 确实这些症状都好了很多 精量少了下来 然后铁每年去查铁 这个Iron 这个Iron的这个Storage 也高了起来 然后这个每个周期的 这种起伏也就少了很多 还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体验 现在呢这种避孕环 我当时用的时候是说五年 后来呢又延长到六年 又延长到了七年 这一点在不同国家 有不同的他的国家的规定 这个病人环有这么多的好处 但它有没有哪些风险呢 比如有一个是不是对乳腺癌的增加 有什么风险呢 这一点至少现在数据 没有指出很明确的风险 我自己也还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第二点呢就是 这种孕激素是不是会有系统的吸收 孕激素吸收之后 会提高我们的食欲 然后长体重 这一点我还是有一点点负面的影响 那些年呢可能有一些别的原因 还有我自己就不怎么动 再用了这个带有孕激素的避孕环 确实体重增加了很多 从当时我基本的体重是120磅 到了130多磅 后来这两年我通过健身把体重控制了 这一点我不知道数据上是什么 我还没有仔细去查 但是我就希望大家 我们在美国的亚洲女性 用避孕环的不是很多 可能是因为对这方面不是太了解 通过这个机会 如果你有前面那些痛经啊 出血太多的情况 可以考虑这一个措施 好了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拜拜